分派的部分在往后分派再讲 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跟各位谈的是 普贤圣华音宗的传承 第一个 我们讲的是如来 这个定义在中国佛教里还没有人注意 我们这里用如来 这里用饭 这里用菩提达摩 你要留意到 从我们最原始的地方讲 如来是佛教的用词 饭是印度的用词 也就是在 生命学或宇宙学里头来讲 最高境界的终极目标 最高境界的终极目标 印度人叫做饭 佛陀在这里 他取用了如来这个字 那么如来叫什么 我们又把它取一个名字叫毗流之难如来 后代就把它叫做法身佛 然后这个如来是行而上本体界 转化为行而下本体界 就是普贤菩萨 那么普贤菩萨就等于报身佛 再传到释迦摩尼佛就叫化身佛 化身佛成佛的时候 展现的境界是由大龙菩萨解极 九百年后啊 龙树菩萨在从龙宫把它请出来 后来经过马明菩萨的著作 因为这个时候呢 要由十差难陀 这个三藏法师啊 来做翻译 那么传到杜顺法师 智元法师 弦首祖师 那么一路下来 到第四十一世 的静元轻音祖师 他第四十一世 那么他曾观世音菩萨副主 传给我们 我是四十二世 各位要留意到 这个昌一是地藏菩萨取的 你可能在我们这里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都跟这些菩萨有关 就是有关 这个昌一是地藏菩萨取的 祭梦是梦参菩萨取的 海云是我的外号 是我取的 所以从传承上来讲 我们要用的是昌一祭梦 这是法的部分 那么另外从刑法中来看 从刑法中来看 我们是既然 都失传了那怎么办 失传就内容失传了 本质失传了 可是形象我们还在 所以形象还在是因为灵迹中还在 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讲的传承一波 都是灵迹中的传承多 多的是灵迹中传承 所以我们第二个是普贤圣 华言中的大圣瑜伽行法传承 这是从印度来的叫梵 梵的演变就伊西瓦 然后传到西瓦 梵迹是形而上本体界 伊西瓦是形而下本体界 西瓦是现象界 师婆神 所以一般来讲 说师婆神就是普贤菩萨 因为师婆神有28个名字 其中有一个就是普贤菩萨 但是普贤菩萨是形而下本体界的第一尊佛 他跟伊西瓦是等同的